有民众在美式卖场的架上发现出现了乌鱼子里合一合是49.99美元 换算台币是1500多元 让他感叹说台湾卖太贵 也有人说台湾人被当成了盘子 一片片金黄乌鱼子泛出诱人为光 危险的海潮味深受许多老涛喜爱 尤其过年期间更是人气送礼商品 但这回在美国卖的乌鱼子引起热烈讨论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贴出在美国知名美食卖场 加上百出乌鱼子里合 一合49.99美元换算台币1500多元 感叹跟美国价格比起来台湾实在卖得太贵 毕竟美国薪资水平高物价也高 但乌鱼子竟然到美国卖还比台湾便宜 我划算台湾的东西很贵 好市多的东西永远都是经济实惠 而且品质不会太差 这个价格算是合理的价格 贵不贵见仁见智 有网友也感叹台湾人都被当盘子 台湾专坑自己人 但也有内行人指出价格差异 取决做工晒法 从800到2000元都有 甚至有人发现卖场内的是两片装 换算后其实还是台湾便宜 那个小片大概四两左右 一片称起来大概约五百块五百元左右 那如果稍微大一点比较多人送你 大概六两左右的大小 一片称起来大概是九百元上下 比较大片的话就是会比较厚 它的比较厚度油脂比较多 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业者解释乌鱼子价格 包括野生和养殖 传统野生少了土味更顺口 各家晒法调味工法不同 连带反应再加个上 主要是看每一家做的它的口感 或者是它的新鲜度那些来判断 主要色泽那些就是那个要透光 然后有血湿 然后它就是新鲜化 就是呈现黄褐色或者是有点红色 年纪一道乌鱼子成为热门商品 除了可以料理 不少店家也都把乌鱼子 做成真空包装的点心 但年货价格既算白白重 还是得做好功课才能省荷包 记者黄教育 王志杰参谋到